我们下一个部分看到要教各位是如何写一份新的公文 好,我今天要打一份新的公文 我们透过首页的画面右上角固定会有一个创签创稿的按钮 所以你不用害怕你找不到这个按钮 因为它会一直在那个位置 点选之后呢,系统会请你选择你今天要登达的格式 好,那我们系统格式有函稿 公告、开会通知单签跟书寒稿五种 选择你要的范本按下确定 系统就会帮你开启空白的范本 帮你登达你要的内容 好,所以打开之后 依照我们刚刚介绍的寒稿的输入的方式 将你的内容登录进来 打完以后点选存档 好,那如果你有附件或者是需要印出来 或者是你需要会办其他单位 好,我们同样是透过刚刚介绍的左边的功能项目去做设定 设定完毕以后最后按传送 因为是创签创稿 好,所以我们在传送的时候呢 他会先帮你做一个登录取号的操作 会多一个视窗出来 他会询问你 你需要的签和方式是什么 好,我要走线上签和五次化的公文 还是我的公文有一个实体的附件 好,所以我必须跟公文资本放在一起 然后收在卷宗夹里面一起给主管 好,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资本签和 好,所以签和方式选好以后按下确定 公文就可以完成取号的操作 并且同时帮你把公文送到下一个流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个操作 好,回到我们的公文系统 好,在右上角创建创稿按钮点一下 好,那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公文所需要的善达的一个格式 那我们刚刚喊稿看过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签好了 我选择签的范本按确定 好,这是签的样式 上面会有我们公司的名称 然后右边会有日期 日期的部分点选一下 我们会开启阅历的功能 让你去做设定 好,那主旨说明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点选在所在的位置 好,把我们的内容灯打进去 说明 好,打完以后呢 好,我们左边有个存档的功能 要记得存档 好,那我的公文 好,有一个附件 所以我点选到附件的位置 好,去选择我们的档案 好,把它夹带上来 好,所以这里就会有个蓝色的标签 告诉你这是你的附件 那公文灯打完毕以后 按下传送 好,那因为是创签稿 所以系统会问你 你的签合方式是什么 那我没有实体的附件 所以这边我选择线上签合 按确定 好,完成之后 公文就会送到下一关 好,这是创签稿的操作 好 那刚刚有同学 有学员有提问 他说在电子收发文的部分 会跟会办单位或其他单位有关吗 好,电子收发文 我们主要就是对外的部分 我今天要发到 其他的机关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机关公司 透过电子交换的形式 发给我们的 我们要收进来办理 好,这跟我们内部流程签合 我要送给主管 这个传递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好,我们要如何签办 纸本的公文 好,在收文的时候有讲到 可能收文人员这边收到的是 电子文 系统预设走线上签合的模式 或者是收文人员把资本扫描 变成线上签合的 好,让我们可以直接在系统签办 但是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完全实体的资本 放在卷宗夹里面交给我们承办人员 来签办的这种 一般都是可能是密件的公文 或者是说今天你的公文 它是有一个不能扫描的附件档案 比如说一本书 光碟片或者是像那种很大的工程图 好,等等 像这种比较实体的附件 那这一类的公文为了让附件跟本文是放在一起 好,在签办的过程当中不会遗失 所以一般来讲会走纸本签合的方式来作业 好,所以当我们承办人收到纸本的公文应该如何签办 好,那我们的公文也会在我们的公文签合区 所以我们透过公文办理 看到公文之后先按签收 好,公文一定要签收才可以做后面的 不管是输入意见或者是你要含付 好,那这些都是要先签收的 好,签收下来之后呢 因为我手头上会有实体的纸本 跟实体的附件资料 所以我们就会依据手上拿到的资料 直接签在那一份纸本上 那系统这时候是做什么用的 系统主要就是为了记录公文的流程 要去控管你的实体资本 好,所以我们尽量能够让系统的流程 与你手头上的实体的纸本资料是同步的 好,所以当公文到我手上 那我看到公文的资本 我进系统去签收 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公文需要 这份纸本文,我需要含付 我要再回一份寄出去给其他的机关公司 好,做回复的动作 那我们这时候怎么做 请你透过公文文号的部分 点选 那我们就会让你选择您要的范本 开始删打公文 好,所以点了开公文制作 选好你的范本 好,就可以开始编辑 好,那如果今天这个实体的公文资料 它可能只是一些公告说明的事项 好,法案的征修啊 条款的异动啊 好,或者是最近可能会有 哎,夏天到了登格了要注意啊 好,像这一类公告类型的一些资料的公文 那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回文的操作 好,那这个我们怎么办 好,我们就可以在实体纸本的资料看完 好,在上面留住我们的意见盖章之后呢 系统的资料请你把它送到你的下一个流程 给你的主管开始签合 或者是送到您需要会办的单位 好,来做办理 好,那流程怎么传送 在我们的公文签合区 好,针对纸本文的资料 好,按下点点点的按钮 会出现一个流程设定 好,那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好,就可以开启一个画面 好,那预设呢 它会带我们单位内部的流程 我如果要汇其他科室 好,刚刚有教各位 可以下拉我们的单位出示部门 好,然后选择里面的人员拖拉进来 好,选好之后按存档 就可以把流程加入进去 好,那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那到时候再把它传送 那我们再把手头上的纸本交付出去 好,这就是纸本公文的办理方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会办其他单位的话 好,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说 透过设定流程怎么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明 好,如果您今天是在公文制作的画面 好,那你的公文内容先打完存档 好,然后下面会有个流程设定 好,这边框错了应该是下面 好,流程设定打开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好,那我们上方可以先下拉选择我们的会办单位 好,选好以后呢 再选择人员 好,把它用拖曳的方式到右边 好,放掉 好,放掉之后它就会出现 比如说我现在拖的是人事事 好,一个黄先生 好,所以拖过来以后它就会显示人事事 然后这个黄先生 他们里面的一个成合的流程 就会自动带出来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会办单位的一个设定 那最后右下角会有个存档的按钮 点存档就可以把流程储存起来 好,那接着是纸本公文的列印 好,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印纸本的公文 第一个,当你的公文是纸本签合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举例到 我手上拿到的是卷宗夹装的这个实体的纸本 那我这个纸本的公文我又需要回复给对方 所以我在系统上面我又签了一份函稿 那这个函稿签完之后 你就必须要印出来 跟着你的来文附件的资料放在一起 再交给主管来做签合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列印公文资本 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你今天是自己写一份新的公文 好,那你公文写完 但是你需要发出去的资料 是一份有实体的附件 我有一个光碟片 好,我可能要寄到新北市政府 好,那这时候我的公文 就必须要把它印出来 好,那印出来连着你的光碟片 或者是你有一本书 好,这样子夹带着来跑公文的流程 好,所以我们在公文制作的画面会有个列印的按钮 好,刚刚也给各位看过了 在那边点选就会开始印出你的公文 好,那整个对于承办人的部分来讲 好,你公文写完送给主管 好,主管批合完毕 他会还给我们承办人 好,那我们只要针对内容的部分 确认没有问题 聘合回来的公文 好,点选点点点的按钮 我们这时候就会出现送发文跟送归档两个选项 好,当我的公文是需要发文出去的 请你点选送发文 好,那你的资料就会送到发文室 好,那我们的公文如果是今天是存查 好,一些公告说明 看完就好了 好,不需要做任何的回复 好,那我们在最后就可以点选送归档 直接将公文送到我们系统的虚拟档案室 好,那不管你是送发文或送归档 您会看到这个画面 好,这是觉醒的助记 好,那在助记的部分需要您简单选择 好,点写你的觉醒的主管 好,还有觉醒的日期 跟长官批合的意见 好,输入完毕以后按确定 好,那系统就会帮你把公文送到我们的发文室 那发文人员再帮你把公文发送出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